周老師 你看郵律師說這個女生 會不會她是外面有女婦人 通常我們在判斷都截至 應該是有 因為女生會這麼兇 通常都是應該外面還有人 他才會這樣子 要不然女生通常不會那麼的 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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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又回過來看 這個男生也太多情了 這真的是真愛 那個時候 對啊 你看他情什麼 都沒有自己想 沒有說自己 後面要怎樣 就全部都給他 還跟他離婚 這是應該說 如果我們的兒子打下去 他也很傻 真的很笨 崔文怎麼看這個 我會覺得剛剛鄭大哥說得很好 就夫妻本事同齡了 大難來時各自非 那如果要共患 這是常理嗎 其實還蠻是常理的 因為我說為什麼 因為就是說 如果說你未來的生活狀態 到底這個先生會怎麼樣 其實是不可預知的 然後會不會回歸到原本生活 好像也不是那麼容易 然後這個太太如果會想說 他的付出跟回報 如果他覺得說 那這樣一直投入 然後因為先生也覺得會拖累太太嘛 所以覺得一直投入一直投入 那也不會變得比較好 這個我讓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昨天剛好看到一個紀錄片 他是紀錄一個日本男生 他因為車禍 所以結肢 結到大腿 一隻腿結掉了 結掉了以後後來他開始 他覺得他的人生也不能夠 就這樣就威靡不振 所以他開始這個學運動 那他兩隻 兩隻拐杖 兩隻拐杖 手還可以 然後就去爬山 一條腿還爬山 一條腿爬山 那平常上班的時候就裝藝肢 裝藝肢 這樣子 然後他依然去上班 依然賺錢 依然養家 甚至於以前沒有爬山 現在為了訓練身體 他還去爬護士山 那很激勵人心 對 男生 我看那個年紀 應該差不多五十歲左右 我的意思是說 你沒看人家長兩隻腳的嗎 有 我穿三十個也有 還有小朋友的 對 你會記得那個什麼 無體不滿足那個什麼 對 營有陽光 用口 他沒兩隻手也沒兩隻腳 他生幾個兒子 女朋友很多 當然他那個外遇就是不對 只是說 就是說當你這個殘障以後 其實還是要勇敢面對人生 你這十波怎麼會這樣 所以這裡就可以看出 他心裡的韌性 他有沒有應對這些逆境的時候 的一個適應力 還有對於壓力的容忍度 如果說他像鄭大哥你說這樣子 譬如說他就開始 人生重新開始 就是鍛煉自己 因為其實他截肢一隻腿 然後可能還有各種的可能性 那如果說他可以像 鄭大哥說的這樣子 是不是他的太太 就不會離開他 我覺得有時候 還是蠻難講的 我舉個例子來說 就譬如說 我曾經有遇過 周遭有一個朋友 他先生也是 就是爬到屋頂上去修東西 可是不小心 因為一個沒踩好 就從屋頂上掉下來 就受傷了 受傷了之後 影響到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他的性功能 那我知道說 我不知道說 他是不是有影響到 所以對這個太太來說 可能他影響到的除了是先生的 那他其他的功能都沒有影響 唯獨影響的就是他的性功能 他也沒有掃一隻腿 也沒有其他的部分 然後也還是可以跟太太過 一個很好的生活 可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有些太太就會覺得 他就會覺得 他某一些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 他們在婚姻內的滿意度 就會大幅的下降 所以有時候我說大難來時各自飛 我覺得還是蠻多 夫妻是經不起考驗的 如果我看就說你秘書部 你也給他看五年 給他五年的時間 就是說看他的老公 是不是一個很強韌的人 有意志力的人 願意再重新再爬起來的人 如果他依然微迷不振 你就真的要放棄了 對不對 不然你要讓他帶一四人 好 那周老師這邊也有一個例子 對 我這邊就是有一個客戶 他是一個男生 他現在已經年紀也滿大了 他再說他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個 應該講說公務人員的高階主管 那他跟他太太是一個叫戀愛結婚的 對 他亂來結婚的時候 之後因為他胃子 就是他的太太的妹妹 對 他要來公家機關 吃頭路 以前都有那個好像 很容易介紹 對 介紹 就是進來 收一個紅包 就是他沒有收紅包 他就是說 你自己的椅子讓他進來 沒有 你就慢慢慢慢 就經過這個管道 就後來就變正式 結果他怎麼 因為這個先生 他比較正氣 他就說不能這樣子 因為他在循正常的管道 進來這樣比較正確 他不可以這樣把椅子看 因為他不可以戴這個椅子 還要自己的親生 所以就這樣子 就把他拒絕就對了 就是因為這個拒絕 就讓他的老婆很沒有面子 結果他這名娘家的人 所有人都會來攻擊他 就開始不需要跟這個先生來用 就把他視成外人 本來都幾乎幾乎在裡叫 結果要怎麼視同外人 好了 就這樣子一直以來 他太太開始怎麼回娘家 所以一住回娘家 一住就是半年多久才回來 結果因為怎麼樣 他就是不離婚 就是來來去去 就開始跟他是一個分 因為家裡沒有兩間房間 剛開始就是開始分房稅 一個一樓 他太太就睡得比較好 外界做的睡 後來他女兒嫂嫂嫂 然後他就要做他們女兒的房間 我已經降了他們女兒的房間 就開始他們自動分房稅 現在睡覺 現在我們就是 開始就是出去 出去去他們女兒那裡住 或是回娘家 就這樣子一直以來就是這樣 一棋都是半年 一年 半年 一年 所以他先生這個男生 就是要告他 不履行同肌義務也沒辦法 因為他會回來 但是他還會出去 常常就是 只要一回來 冰箱的東西都怎麼樣 那東西都怎麼樣 我的就是我的 你自己賣的那一罐 他就是會寫上他自己的名字 貼上 你如果吃不到 那罵就會這樣 罵得你狗血奔頭 這樣很可能 是喔 對 很會罵就對了 但是一個情況就是說 他不會拿錢 他太太也 因為他自己怎麼有在上班 所以他不會拿錢 但是因為 蔡可怕 現在冰箱很燙的 這個啦 冰箱裡面的東西 去Costco買一台了 對不對 幾千塊就有了 就有人家來 你如果沒辦法 有那個尾巴抵冰箱也很慘的 所以這冰箱裡面都一樣 還有就是你吃東西 他的吃東西就是怎麼樣 你個人煮個人的 他自己賣 自己主意的 他們的東西你自己去主意 就這樣等於是 好像是同在一起 同房住的住客這樣 室友 對 就來來吃去 來來吃去 你知道他到現在就是怎麼樣 差不多四十年 但是應該說的時候是怎麼樣 離婚就好了嘛 你們說離婚就好了 為什麼這樣 但是就是 因為男生要離婚 女生不可以離婚 為什麼呢 因為男生他是有那個退休金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每個月領的那個叫 月退休 月退休 對 因為男生的年紀比較大 女生的年紀比較沒那麼大 差了要整十歲 好了 因為怎麼樣 他的女生可能就算計說 你會來生死 你如果死了 你這裡我會董 他也沒有拿他 就是他讓他給他 因為男生本身也很節儉 所以他們這個婚姻就這樣 來來去去 沒辦法離婚 但是都是怎麼樣 有時候這個女生出門 有時候半年 有時候兩年 有時候幾年 就這樣子 但是他會回來 也沒辦法離婚 就這樣要過一輩子 所以他就會變成 他已經一塊 所以這個讓我問 女生 女生吃飯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沒太久問 這個就是離不了 他就是一直來問說 這是到底我是 可以稍缺這個 這可以肅請離婚吧 可以啦 可以喔 而且會過啦 因為他們已經沒有 沒有共同生活在一起 這麼久的時間了 而且生活上已經這麼區別了 其實只是 你要怎麼樣呈現 讓法官說你們的生活 對 這個要提出證據 對 除非一個睡床上 你剛剛有說 一個睡床上 一個睡地步 床上那個不小心跌下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